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钢总公司被查出有领导违规半私企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陕西一公安分局副局长住别墅身家千万 落马前大气借给开发商五百万 钢铁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陕西巡洋宣布 要将无理禅房者写入限制 把他和家族永远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办法 把他们那些无理的理由也写上 让历史看看 记住这个时代 北京引进环保自动喂食器 投入一个饮料瓶 就吐出20克口粮给流浪猫狗吃 许多人都点赞 我觉得网友的担心很有道理 机器旁会不会围满了狗犯 捉妖记以12.75亿成为华语电影票房新冠军 妖精卖萌 煎柄打架 这是一个记录不断被刷新的时代 境外媒体说 中国要造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寻找外星生命 用望远镜寻找 金正恩发表演讲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致敬 看来朝鲜真缺钱 因为金价暴跌 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大缩水 天下同此凉热 要中国大妈出手不 第三点 论点 前几天 共情团网评员山东文登18岁高中生侯聚森 被很多人殴打 这孩子说呢 因为自己常在网上发表爱国言论 引起对方反感 那团中央的官微将此事置顶关注 呼吁警惕网络暴力演变成现实暴力 山东共情团呢 官微说爱国竟成为被阴暗力量迫害的理由 而文登警方调查结果认定 双方属于长期对立 谩骂 互相约驾 侯聚森首先攻击 因此各打五十大板 随后呢 警方遭到了一众网友的围攻 微博知名段子手孟一唐朝认为 侯聚森被人肉威胁一年多 不该各打五十大板 而警察黄言小说 爱国不是免罪的金牌 我们提倡爱国 是理智爱国 不是顶着爱国的光环 做违法犯罪的事 新浪大V 作家崔成浩说 任何时候打着所谓爱国旗号 满嘴乌言慧语 侮辱攻击他人的家伙 都不配爱国 新浪微博辟谣与真相 是相反的意见 他说 那按公知大V说的 爱国者被骂 不准回骂 还应该把脸送上去 给对方抽 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说 爱国与卖国之争 不是暴力的借口 新京报今天的评论是 法律不会看人下菜碟 只要是约假 就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禁止的截火斗殴 同时提醒爱国 不能庸俗化为网络谩骂 让人不齿的网络三话 算不上爱国言论 新浪微博还发起了 此事处罚是否适当的投票 截至昨天夜里12点 86.3%的人认为 警方处理适当 对 让言论的归言论 法律的归法律 要论爱国言论 谁都没有贪官会说 该抓还得抓 第一句 那些骂我的人 大多数是还没有买房的人 这是房地产商任志祥说的 这些年任志祥 一直判断房价会上涨 最近他又说 按眼下的趋势判断 2016年房价又会上涨 他认为 中国城镇化道路还很长 人们不但往城市里跑 还往大城市跑 以前觉得一个年轻人 可以继承四套房子 但现代人长寿 年轻人实际继承不到 再加上离婚率上涨 也形成了对住房需求的压力 其实这两年 骂老人的 已经越来越少了 说明有房者在增加 第二句 在生理期不能发生关系 这是江西的李女士 对新婚丈夫说的 一说就是半年多 这对夫妻是去年 经人介绍认识的 当时李女士已经三十了 家里很着急 催着结婚 所以俩人就闪婚了 但她觉得对丈夫不熟悉 不愿意和她发生关系 丈夫因此闹上法院 最终女方同意 返还彩礼 二人自愿离婚了 既然迟早要离 当初就不应该结 当然既然迟早要离 还是早离得好 第三句 我也因为曾被同学笑话 想放弃 但后来想明白了 我尽自己努力 给妈妈分担 别人怎么想 那是别人的事 这是重庆十三岁孩子 施瑞说的 四年来呢 她每天陪环卫公妈妈扫街 妈妈凌晨三点出门 不忍叫醒女儿 施瑞呢 就将闹钟调到一点 妈妈中暑呢 她一人扫完整条街 她说我多做点 妈妈就少累点 哎呀 又是一个感动中国的故事 可是感动之余 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呢 第五点 乱点 潘志花 五名男子偷摘村民 一千四百斤芒果 被村民开车追赶 一个男子坠桥身亡 一千四百斤 这是鸣抢啊 浙江镇海 二十九岁女子 想生儿子 要了二胎 结果添了四胞胎的女儿 还行 要是再来四个儿子 压力更大 杭州大学毕业生 被骗一万块钱 跳江自杀 对她来说 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牡丹江 二十三岁女孩 网恋白马王子高富帅 见面以后 落差太大 闹自杀 这哥们估计还是太穷 丑点 一般能人 四川绵羊一对准心人 花两万九 去巴厘岛拍婚纱照 结果石头野草 黄土 还有一头牛 真正原生态 中国好声音 观众截评揭发说 同一个学员唱歌的时候 这纳婴的头发 一会卷 一会直 说明后期剪辑的时候 造了假 那也可能是 那转移 有席剪吹功 拜仁在中国 踢了三场热身赛 CEO谴责说 中国甲球一横行 中国人穷 人均GDP才 多少来着 法国农民 抗疫肉价下跌 把活猪赶进超市 法国也有猪周期 第六点 特点 昨天开始 动车组列车 不再免费 增送矿泉水了 我们来讲讲 这神奇的西藏 5100 并穿矿泉水 因为他几乎 只有一个客户的时候 就铁路 超市里都没怎么 见过的时候 就堪称 中国瓶装水的 领头羊 从2011年到2015年6月 铁道部门 累计采购20万吨 相当于每年1.5亿平免费发放 今年初 新华社曾经做过调查 指出铁路赠水背后 有三大疑问 第一 招标信息 长期没有公开 这水是西藏5100水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生产的 这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注册地是英国开曼群岛 这公司六年净利润涨了40倍 毛利率超过70% 90%都卖给了中铁快运 第二 铁路这么大的客户 每瓶采购价2块1毛5 另一款呢 在淘宝上只卖2块 还买两枪送一枪 第三 从2008年至今 中铁快运买水花了16亿 最终还是会进入铁路运营成本 由乘客买单 当然这些呢 都不会有答案了 当年糊里糊涂的 这个喝上了 现在糊里糊涂的又取消了 只能说 这瓶水 很深呢 昨天 湖北荆州 发生了惨烈的一流 商场一个女顾客 踩上扶梯 最后一块踏板的时候 突然坍塌了 人被绞入了扶梯 不幸中的万幸 是孩子被举出来 没有受伤 而头一天呢 厦门公交司机陈毅 突发消化到大出血 晕倒前呢 忍痛踩下刹车 救了异车人的命 令人冻 讲解这几年呢 电梯事故和公交车司机 猝死的新闻呢 可没少听说 在昨天的电梯惨剧里边 有网友呢 根据视频就指出 说电梯前始终站着两个服务员 说明商场可能明知 电梯有问题 却没有停运 根据调查呢 电梯安全隐患 有60%呢 处在保养和使用不当 有六成的载人电梯 没有按时的维护保养 有的甚至连年减 合格的标牌都没有 而对于公交车司机而言 长期超复合工作 已经成头号杀手 一人危险 等于一车危险 不能指望 每一个司机 都能在昏迷前 挣扎着踩上那一脚 关注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才能防患于未然 痛惜归痛惜 感动归感动 无论司机 公交车还是电梯 都不该带边工作 他们的健康 都应该有人负责 这也是对自己 对亲人 对整个社会负责 好了 今天就这样 欢迎各位在手机上 下载蜻蜓FM 搜索收藏 红七点 我们的官方微博 红七点 微信号是张红 大梦先决 红七点 提神醒脑 明天见